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人家讲的说 拿笔千斤重的那种感觉了 因为在人文里面 离不开的还是文字 所以我很多的文字的叙述 都是在晚上 大家都睡着的时候 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虽然会很辛苦 但是书桌前的一盏灯 跟还有一台电脑 在这样的思绪下 你就很容易地 去把自己的一个心思连串起来 当初会接教培的工作 是希望说 因为我想当上人的手 我想当上人的眼睛 我在这个团体里面 我能够透过我的手 我的眼睛去记录 然后我可以把这样子 美的事迹 传播给每个角落 能够有更多的人 能够进来 人多就好做事 人少就多做事 后来慢慢地有 很多的心发意的菩萨进来了 我们愿意吸收 一起走这条路 也是我的动力之一 如果说这块是 一个大福田的话 我自己愿意 更用心地去 把这个福田 用心地去耕耘 然后把更肥沃的一个 土壤撒在他们那边 让他们每个都能够 发芽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